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呢 在每週四都會更新一些精品咖啡的相關知識以及小技巧 所以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大家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OK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巴斯克的Cheesecake 就是巴斯克蛋糕 那巴斯克蛋糕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咖啡館吃過 那其實巴斯克就是Cheesecake的一種 那它的特徵呢 就是它表層會烤的比較焦香焦香的 有點黑黑的 那你吃起來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特殊的味道 可以讓你的層次感再更豐富一點 那同時間它用了大量的起司 所以整體的口感就比較不像蛋糕 比較像是起司本身 會很柔軟 然後有很多起司本身原味上面的香氣 甚至於可能有些會有流心的狀況 就超級柔軟的 這幾年的各個咖啡館都非常流行吃巴斯克 OK 那今天學長呢 就選擇幾家巴斯克 然後以上這些名單呢 都是學長在FB上面 詢問各位神通廣大的網友 然後收集來的 那其實我們原本有大概10家的名單 但是其中幾家呢 像煙花嘛 它是賣完了 所以我沒有買到 然後或是像ABT呢 剛好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沒有開門 那還有像Jack & Nana 是手沖名店 它的巴斯克呢 竟然不能外帶 我們就沒辦法回攝影棚 那其他呢 我們就挑了五家 分別是 這個是咖啡名店台灣系的紅烏龍巴斯克 然後第二個是LSOD 它是原味巴斯克 然後這是真的咖啡 這個是清明蜜香的巴斯克 然後Little M 這個是培茶的巴斯克 以及這個Belly Delly的鹹蛋黃巴斯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家一家來試吃 來告訴大家學長的感想囉 OK 那我們首先第一家我們來先吃 達文希的紅烏龍巴斯克 學長呢 也買了一杯美式咖啡 來做搭配 好 可以看到 烏七媽黑的 然後裡面放了紅烏龍 好 那各種茶呢 入到巴斯克裡面呢 提一點味道的這種做法呢 最近也非常的流行 我們來試試看 紅烏龍巴斯克 達文希的巴斯克呢 吃起來是比較 算是黏度比較濃稠的 那整塊呢 它是 就從頭到尾呢 基本上熟度是比較均勻的 整體甜度也是比較蠻高的 那有很濃的奶香 以及很濃的紅烏龍的味道 尤其在微韻的部分 紅烏龍的味道非常的強勁 那我覺得達文希的這個巴斯克呢 真的很適合配美式咖啡 一起來食用 濃郁度以及它的甜感 都蠻強勁的 所以算是一入口會蠻驚豔 但是我想 如果你沒有配足量的好咖啡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甜膩 所以呢 也蠻適合 就是達文希他們的咖啡名店的這個設計 那我來吃一下表層 表層雖然看起來很黑 但是其實它的焦香的部分呢 做的我覺得算是不算特別的強勁 嗯 然後蛋糕底呢 是油脂感會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如果各位比較喜歡喝濃郁的啊 黏稠度比較高的巴斯克的話呢 達文希它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那第二家呢 我們來吃這間 LSOD的原味的巴斯克 那這家也是網友推薦我 是他們主廚就是 藍帶主廚啦 有很多經歷蠻精彩的家店 食材的食用 好像有一點威猛 都是一些進口的 起司啊 一些進口的麵粉 好 哦 看起來呢 它裡面的吃起來的軟度 是更不熟的 跟剛剛達文希比較有 達文希的整體吃起來是比較 比較結實的 已經成型了 那這個吃起來呢 是更軟爛一點點 哦 這個 濃郁到有一點不可思議 真的是有一點強 算是學長吃過可能 最濃郁的巴斯克 而且蠻厲害的 就是平衡感啊 甜度我反而覺得 相比叫之下 甜膩感是 不是特別強的 但是起司那個濃度啊 還有 真的有點直衝腦門的感覺 然後表層我吃一下 表層其實可以看 沒有烤的特別的焦 那一點點 焦焦脆脆的口感 一點點 不算特別強勁 整體的口感呢 也不是很硬的 是真的非常柔軟的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是 有一點點提的酸質 就我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是起司的酸質嗎 那個酸質是很舒服 有點像水果的酸質的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很厲害 然後下面還有一點點鹹鹹的餅乾 很薄薄一層啦 有點鹹度有放進去 所以真的有一種 法式甜點那種 雖然看起來是一塊 但是每一口 它的風味都有一點點調整 又一點不一樣 然後不太膩口的一種 的這種強度 好像有點厲害 所以這個我真的是給高分 當然是這一塊也是我們今天 買的裡面最貴的一塊 但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接下來第三家 叫做真的咖啡 它在景美 萬榮那附近 我們來吃吃看 然後學長挑的口味是青檸蜜香 我還蠻期待的 網友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用的是日本的 叫做藏網乳酪 算是一個比較昂貴的 然後也名聲在外的一個食材 所以我蠻期待它的香氣的 好 也非常的軟喔 非常的軟 然後也算是 吃起來成型度也是比較硬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像是 那個鹹味 我覺得是點蹄的一個主要的味道 讓你感覺到有一種高級食材的感覺 因為它不光只是那種乳酪的香氣 而是帶一點點動物乳酯的那一種感受度 所以我第一次覺得還不一定是往青檸啊 或是往蜜香的觀角角 我覺得那個鹹的 讓人家覺得蠻意外的 鹹的厲害 好 再吃第二口 然後它的皮的焦香呢 是三家 目前三家裡面最足的 然後呢 上半層跟下半層 會滿明顯感覺到說 當你有那個焦焦的皮的那一層的時候呢 它的風味上面呢 是會比較有一點火味 因為它畢竟有烤過嘛 然後下半部的部分 就可以吃到更多 起司本身的那個濃郁的香氣 所以我整體喝吃起來 就是蜜香的部分 我沒有覺得很足量 但是青檸 然後那個cheesecake的那個爐脂的香氣 以及剛剛說的那個鹹鹹的味道 我覺得三者呢 是都蠻鮮明的 整體吃起來呢 比我預想的還要再清爽喔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厲害的 其實它的整個食材都是很濃郁的啦 但是可能是在風味的調整上面 所以讓你覺得 其實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一下就把它全部吃完 三款裡面我覺得 目前這一款是最清爽的 真的是蠻耐吃的 然後這個風味的平衡感 我覺得也很不錯 OK 好那我們就再往下面走 OK 第四家我們來吃LITLE M LITLE M是一個街邊小店 座位沒有很多 但是很可愛喔 它也基本上就是以巴斯克蛋糕文明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粉絲專頁的資訊上面 就是各種的巴斯克 那我們今天點的是培茶的 我們來試試看 口感上面是跟台灣系列比較接近 就是比較泥狀的 就是比較黏膩的口感 不是超級軟的 有點像是培茶的風味非常的強 超級濃的培茶風 但是相對來說它的爐質的強度 就沒有像前面兩家那麼的明顯 但是培茶跟奶香的混合還是覺得很不錯 有點像是培茶牛奶做成點心的感覺 整體口感呢 我來試一下表層的部分 焦香的部分其實做得蠻好的 因為培茶本來就是 比較有點焙火味的茶 但是表層再增加一點點底韻的部分 它的變化度上面 我覺得沒有那麼豐富 但是整體吃起來的爽快感還是很好的 蠻過癮的 我是覺得那個Little M的點心呢 說實在吃起來是相對親和的 無論是價錢還是風味啦 OK 所以如果是你要去外帶 建議可以考慮 如果有三四種口味一起帶 然後它蠻直求對決的 就是讓你吃培茶就是 培茶的風味滿滿的 最後一家呢是Belly Daily的 鹹蛋黃巴斯克 這家咖啡店比較特殊啦 它的位置沒有很多 因為它裡面是跟一些親子一些結合的 所以各位去的時候要考慮一下 你的用餐的狀態 如果要久做的話可能沒有太適合 如果想要外帶或者是 馬上吃一下的話應該是不錯的 我們來吃吃看 上面有一點一點的蛋黃的顏色 鹹鹹的蛋黃香 然後起司的香氣都很足量 甜度其實是比我想像中的還高 但是因為可能有鹹蛋黃吧 平衡掉了 所以一入口的時候你沒覺得膩口 你反而覺得很強勁的蛋黃香氣 而且還有一點點蛋黃的口感 這一點我覺得是在這五款裡面 口感是最有趣的 因為它加了鹹蛋黃 那鹹蛋黃還不是很小的顆粒 還是有一點點口感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的部分 我覺得是最新鮮有趣的 然後我來試一下表層的部分 表層有一點焦香程度可能算適中 也不算特別的焦 然後增加一點點風味的層次感 但我覺得還是厲害 還是它的鹹蛋黃的添加 會讓你的整體風味變得很新鮮有趣 甜度也算是比較高的 我建議大家這個如果要單吃的話 可能你會比較容易膩 還是要配一下咖啡 這個每次出貨意料的好喝 整體喝起來還非常的舒服 然後來配這個 他們比較甜口的蛋糕提 然後沙沙的口感 這一套我覺得蠻推薦的 這樣配起來會讓你的整體的 使用體驗加分非常多 這個蛋糕我覺得 算是很新鮮很有趣 然後也蠻好吃的 其實我覺得網友推薦還真的都是蠻厲害的 各家都有各家的一些差異性 所以如果學長只有一顆可以選的話 我可能會吃LSOD的 那其他的都會很好吃 大家如果喜歡去巴斯克的話 可以參考看看 那有時候搭配不同的咖啡 吃起來 那個加成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棒的 OK 那如果各位 有吃到其他神奇的厲害的巴斯克 既然沒有被學長難刮的 歡迎大家在學長的 Youtube上面留言 或是在FB上面留言 我們都有機會 下次再去找厲害的巴斯克蛋糕 推薦給大家吃的 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再提交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